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照例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昨天澳洲股市呢 是终于是摆脱了过去三天的下跌 在周四澳洲大盘累计是上涨0.4% 那么这也是迎来了澳洲在本周以来的第一天上涨 中国方面呢 昨天股市依然是跟基本上跟周三差不多 但是呢有轻微的涨幅 上涨指数上涨0.1% 深圳方面呢大约上涨为0.3% 那么欧洲方面呢 基本上也是摆脱了前两天的下跌 最多的上涨为0.2% 最多的上涨为1.14% 最少的涨幅也有0.2% 美国股市昨天基本是原地踏步 三个指数里面呢 是两个出现了轻微上涨 一个呢属于轻微下跌 但是幅度大约都可以在0.1%左右 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呢 随着股市的回暖 从1250附近下跌 大约是3块钱左右 目前在1245至47附近 而石油价格呢 在昨天还是进一步下跌 目前呢是回到了47块6毛钱附近 那在今天的热门话题里 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一下的呢 就是这个市场以外的这些话题 就是金融市场啊 我们要深入了解的话呢 兴趣还是关键 那这步就到了周末的话呢 我们也说一些其他的话题 那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呢 相信有一些朋友们或者是 这个投资者们呢 相信也有自己的子女 要面临这个大学选专业的问题 可能大家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呢 如果之后希望自己 或者是希望以后自己的孩子们 成为这个金融行业里面的一员 是不是要选择呢 从大学里面就开始就读金融专业呢 那我我觉得呢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金融行业 在大部分人的概念中 一定是一个有很多投资机会 能赚大钱 而且呢看上去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行业 感觉上呢 都是轻轻松松 在办公室里聊聊天啊 喝喝咖啡啊 然后呢就可以啊 这个点点鼠标 就是几万几十万的盈利 那其实这种印象呢 我相信也是吸引了大部分这个 学生们呢 涌向了这个金融专业 但其实呢 在我看来 经过了十年的历练之后呢 不论是金融行业也好 还是我们平时啊 其他热门的比如说法律啊 像这个审计啊 会计啊 像保险啊之类 说到底啊 他们都是一个服务行业 你这个与门口这个修门的 或者呢介绍保姆 或者呢是帮别人这个运货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都是在服务客户 只是呢 相互的产品不同 一边呢 可能是理财产品啊 股票啊 基金这些 另一边呢 可能是实体的啊 比如说是衣服啊 啊这个花园啊 或者是装修啊等等 但是归根结底 作为第三产业的话呢 我觉得啊 不论是你觉得这个金融行业 有多么高端 它本质上 依然是一个第三产业 客户依然是我们的啊 这个上帝 所以说呢 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呢 越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把自己打扮得高高在上啊 觉得非常牛逼很了不起的啊 基本上来说 他没什么水平啊 那些反而有水平的人呢 往往是很谦虚 很低调的啊 但是我觉得呢 既然呢 我们想从事这个行业啊 不一定 一定要是从大学开始啊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呢 他这个发现时机 发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 有的人可能从小就喜欢数字 喜欢金钱 那么他可能大学的时候呢 可以就读啊 金融行业或者金融专业 但是有的人呢 可能大学里面读的是工科啊 读的是法律 读的是艺术 到了毕业之后 他会发现呢 自己反而对于这个趋势啊 分析啊 或者是股票啊 外汇这些比较有兴趣 那这个时候 他在毕业之后 再去选择转换行业 也未免不可 在我们看来 任何时间 只要你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那么你都可以朝朝那个方向去努力 可能有很多朋友们呢 会觉得这个金融行业呢 赚钱很多啊 但我这儿想说的是呢 如果我们以赚钱多少为第一目标的话 当然了 它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赚钱多少 作为你以后就业和工作的第一目标 那么我想说 你会生活的很累 我说的这个累呢 不是体力上的累 而是你的心会很累 因为你每天都会想呢 今天我要多赚一点 明天我再多赚一点 那这样下去的话呢 你都会把工作变成一个负担 那像是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一样 我每天早上要六点半起床 坚持了两年半 如果我不是非常喜欢这个行业的话 我不可能做到 我完全可以换一个人去做 是吧 我不用自己天天每天早上 亲自写 亲自来播 所以说任何的行业 任何的事情 要做得好呢 你必定必须从心里面去喜欢它 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份 养家糊口的职业 或者说把它当作一个 可有可无的上班 打发时间来做的话呢 那我想说你肯定 觉得呢 这个做不长 那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 自己也是金融或者是相关的啊 贸易专业毕业 之后呢 也想从事分析啊 或者说是评论这类工作 我有很多的客户朋友们 给我打电话说呢 哎 那你觉得 作为新当毕业的人 要进入这个行业 需要注意的事项 有哪一些呢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看 我过去十年的时候 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啊 那毫无疑问的是呢 在刚毕业的时候 我们应该说 那个时候呢 可能自信心是非常充分的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却缺乏一个自己读到的观点 那个时候如果你看文章 左边也是对 右边也是对 两边看上去都没有错 轮到自己动比的时候呢 就不知道到底朝哪一个方向才对 可能呢 左边看看啊 从一方面来考虑啊 什么什么什么 在另一方面来说 又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最终你给读者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看了等于是白看 不但是新人是这样 有的时候啊 我再看一些年纪比我还大的 这些分析师的股评 我看了两遍他们的股评 依然是不知道 他们要说这个趋势以后 是走好还是走坏 看了两遍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说他在顾虑什么 我想很多的时候啊 包括这些分析师也好 包括经济学者也好 包括各种各行各业 大家呢 做了酒之后啊 肯定会担心 要是自己说说错之后呢 自己的名誉形象 或者说印象分会减少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观点 而是他们为了维护住 自己头上这个光环 或者说维护住这个头衔 让别人呢 觉得自己还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他们宁可不说 也害怕说错 但是在我看来 既然我们选择的是这个啊 发表自己观点评论的这个路径 那么你如果没有自己的观点 没有自己的看法 那还不如不说 我们评论也好 包括你做学问也好 做学者也好 最怕的就是没有观点 为了保住那个虚无飘渺的东西呢 你把自己的底线都给丢了 那么除了这个没有观点 在我看来是很多 新兴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必须注意的事件之外 另外一点呢 我们要说的呢 就是关于书本上的知识 我要说一句话呢 就是书本上的知识呢 你不能不信 但是呢 也不能全信 这句话听起来 是不是像我说了跟没说一样 那其实我说的意思呢 就是书本上很多知识是对的 但是它不能套用到世界上每一个事物中去 假设美国要加息 加息之后美元是不是要上涨 长期来看的确是上涨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上周 美联储今年第一次加息 美元是上涨吗 却是下跌 那么按理说 放水量化宽松 货币是不是应该下跌 的确书本上来说 是应该下跌 人民币长期呢 也是在下跌 但是为什么从去年12月到今年的2月份 到目前的两个月 两个多月时间 人民币放了这么多的水 还是没有出现大的下跌呢 包括我们之后 之前讨论过的这个房价 中国的房价有没有泡沫 有 风险大不大 为什么还不跌 就是跌不下去 所以说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套用书本上的那些理论和知识 用到实际生活中呢 就会发现是根本套不上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在经历过无数的摔打摔跤 或者说呢 被坑了很多次跌之后 我们才知道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这个书本上的知识啊 不一定能够套用在所有的地方 换句话说的话呢 有的时候你可以用 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反着用 但是这个你要叫我总结出什么时候可以正着用 什么时候可以反着用 哎 我还真的说不出来 可能呢 就像我们这样摔跤摔多了之后 哎 前面路上有点坑 你就可以呢 绕过去 或者至少说不会摔得太重 我想这个是要我们在经历之后才能体会出来 那么刚才呢 就是说的今天的一点小感悟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产品 说的是啥呢 啊 就说的是呢 澳元4对美元的一个走势图啊 我们看的是4小时的走势图 那澳元我们知道呢 在上周四啊 美元加息这个加息之后啊 他不但没有下跌 反而是一条大阳线拉上去啊 直接是冲到了过去四个月的最高点 大约是0.7740 但是呢 连冲两把之后出现一个双头并没有跌破 随后呢 就出现下跌啊 到目前为止呢 他已经跌破了一小时 两小时 到今天下午为止已经跌破了四小时的通道线 也就是说呢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 只要在未来的两个小时之内 最新的一条这个蜡烛线 没有爬上 我们说的这个大约是0.7627到0.7630左右这个价格 那么澳元就正式的步入一个中期的下跌轨道 所以说如果投资者们现在要看空澳元的话呢 是一个好时机 那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澳洲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30分 是会有加拿大通胀数据 以及呢 美国的耐用品订单 这两个数据呢 对于家园来说相对于会比较重要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再见 好